女儿 儿子心里要是我 就是不该让娘操心 我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不疼你 疼谁呀 你这是干啥 不干啥 就想给娘抠个头 谁在我房里啊 报告医长 我是刚问的搞的 不知道 废物 谁在我房里啊 医长 一个多月了 旅长 都把秋香给忘了吧 他老五 到底哪儿比我好啊 怎么他一进了门 你就一天都不上我那儿去了呢 没嫁给旅长之前 对我可不是现在这个样 那时候 只要是有我的戏 旅长是场场都不落 整个戏班子 都跟着我沾旅长的光 不喜欢 这才几年呢 就不喜欢了 旅长 我从来都不跟他们争 自从嫁了你以后 有了好东西 都是我的 你要是外出公干呢 也都带着我 这府里上上下下的 谁不羡慕我呀 可现如今 旅长 旅长 秋香 是不是老了 葡萝卜 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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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阿玉 阿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你做对不起我的事 那你拿刀对着我干什么呀 我让你唱西音 唱一出木鬼影挂栓 唱 唱西音 你拿刀对着我 我 我怎么唱啊 唱 远程 我真没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秋香啊 这是干吗呀 你就是真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我不会杀你 我怎么舍得杀你 当年你去唱西音 当年你去唱西音 我天天捧你的茶 我舍不得 我是真舍不得杀 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别哭了 别哭了 穿上衣服好好地给我打扮打扮 我带你出去 去哪儿啊 问那么多干什么 不是喜欢坐车吗 我这儿就带你去住了 我这儿就带你去住了 这是要带谁出去啊 四奶奶的 昨天晚上旅长从您这儿走了以后 哪个院都没去 直接回书房了 好像 好像四奶奶一直在书房里等着旅长 刚才我看见旅长了 她满面红光的好像挺高兴 吩咐人背车呢 我听见她说 要带四奶奶去下最好的馆子 大姐呀 大姐 你得管呀 怎么了 那老四爷太不要脸了 您知道吗 她昨天晚上跑到旅长书房里去睡的 她在哪儿睡 你怎么知道她 这不老五怀上了吗 我想旅长总不能老住在老五院子里吧 所有一直在屋里等着 还没等到旅长来我这儿呢 那老四先跑到书房 把旅长给截住了 旅长说了要到你那儿去 没有啊 那你哪儿来这么多废话呀 您以前不是吩咐过吗 旅长的书房 咱们家眷不能随便进入 大姐我可是最听您的话的呀 可她 她都跑到旅长书房里去过夜了 大姐你得管呀 兴许是旅长让她去的呢 不可能 旅长凭啥叫她呀 旅长都一个多月没去她那儿了 你可真是下功夫啊 别人的事你摸得一清二楚 要管我就得先管你 你到处挑拨是非还挑不着地 你呀旅长不喜欢你 就是因为你这张臭嘴 二奶奶 五奶奶起了吗 我这儿叫去叫 哎 五妹妹 五妹妹 是我 你二姐 五妹妹 五妹妹起了吗 咋回事啊 五奶奶还没醒呢 不知道 一直没开门 要不我帮您叫叫 别别别 五奶奶现在可得睡足了 要不这样吧 待会五奶奶醒了 你就告诉五奶奶 说我来看她了 她要是有时间 你再去叫我 我再来 是 你远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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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慈 我 你 我害死了你爹娘 害死了你 你等着 我现在就来找你 我到营间了 给你认罪 磕头 我不能死 我要是死了 我就不能跟你埋在一起了 你不是说了吗 生不能同床 死同序 你都告诉我 天子 你等着我 等着我 我一定想办法逃出去 死 我也要跟你埋在一起 跟你埋在一起 还在一起 还在一起 小姐早 海棠姐姐早 小姐 海棠姐姐有事吗 问你呢 海棠姐姐有事吗 没事 没事 你可真逗 老二 你好大笨蛋 你们放开我妈 跟我妈没关系 放开我 海棠 让你再干什么 加把 是 奶奶 吴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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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不好了 您起来了吗 老太太那儿发脾气了 让您快去 是 你这个老妖婆 吴奶奶 你这个玉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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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这个房干什么呀 你们干脆拿刀 把我收剁了 算了 我进这个家十五年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凭什么怎么对我呀 我也是正经人家的闺女 不是窑子里熟出来的 也不是戏子 我爹也不是盗墓贼 凭什么这么对我呀 是 我是欣赏老太太的玉卦音 可是老太太没给我 我也绝对不会去偷啊 那我们娘俩当贼了 她这么个名声 还不如死了算了 你们点对话 笑死我们娘俩吧 反正你们老赵姐 拿闺女也不当人 丢人干什么 靠啊你个老太 平常装得低眉顺眼的 你这是跟我说话吗 敢顶嘴了你 孩子 给我打 狠狠地打 你们这些坏人 放开我妈 不去打我妈 不去打我妈 乌奶奶 坏人 走起来 坏人 不去打我妈 吴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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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老太太好像很生气 那动了二奶奶的手 为什么 跟您有关系 总之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 反正就是说跟您有关系 大奶奶让我来叫您 让您赶紧去 不去打我妈 你们不去打我妈 你们放开 不去打我妈 你们不去打我妈 你们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妈 娘 别打了 这是怎么了 二姐 怎么回事 还不是你害的呀 你说 你是不是存心想害我们娘俩 真不愧是盗墓贼生的缺德玩意儿 坏透了你呀 肚子里怀上了 您就想一手遮天 就把胖牙看成眼中点肉中刺 这个疯婆子彻底疯了 这像是奶奶嘴里说出的话吗 海棠 我死里打 大夫 您倒是舍得下本钱 拿老太太给您的玉观音当银子 玉观音 你 玉观音是他给我的 不是我娘偷的 你快告诉奶奶 别让他再打我娘了 我本来 傻闺女 你还求她 她不会认的 她是存心要害死咱们的 娘 我叫你早就去看哪 我想问玉观音是不是她给的 可是她梦撞着没起来不见我 算你狠毒 算我瞎眼 我还一直拿你当好人带着 你良心让狗吃了你啊 还不打 李大元 找俩婆子 把她嘴给我撕烂 娘不能打呀 你听我说两句 她这么骂你 你还替她求情啊 二奶奶是冤枉的 这玉观音 确实是我送给胖鸭的 跟二奶奶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说什么 你给胖鸭的 千真万确 昨天胖鸭去我屋里玩 说喜欢玉观音 我就送给她了 大姐 昨天你不是看见 胖鸭去我那玩了吗 是 我是看见胖鸭 到老五那儿去玩去了 不是 你你凭什么把玉观音送给她 胖鸭是咱家大小姐 是娘唯一的孙女 我看着她喜欢就送给她了 娘 这件事都是媳妇的错 您不该错怪二奶奶和胖鸭 你可知道这玉观音值多少钱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没见过世面 不知道 娘 我还没得着空 给老五细说那玉观音的来历 就算你不知道 玉观音值多少钱 那是我送给你的 你怎么能转手送给别人呢 大小姐不是别人哪 咱们不都是一家人吗 媳妇想 只要这宝贝不离开咱赵家 给谁带不是带啊 老五 老五 抬起头来 你跟我说实话 你不会是好心眼 为了救他们你儿俩 边瞎话骗我的吧 不敢 我说的都是真的 好 老二 你也别觉得谁都欠你多少次的 我是你老婆婆 我断错了事 还得跟你赔不是 妹妹 娘 媳妇刚才也是一时糊涂 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 您可千万别怪罪 都赖这丫头 快起来吧 你们也都知道 她是啥家境 怎么个出身 我哪想得到她这么大方呢 告诉你 这玉观音 哪座银山都换不来 你没瞧昨天我给你的时候 他们几个气得眼睛都发绿了 特别是这老三 你可倒好 回去就送人了 说说 咋想的 娘 前两天媳妇不懂事 骑着马回了趟娘家 当时要不是大小姐 拦着旅长 旅长一枪就把我给崩了 大小姐是我的救命恩人 再贵重的东西她要是喜欢 您说我 你是想报恩哪 傻妹妹 你没听过那句老话 观音送子 老太太把玉观音送给你 就是盼着你 能给咱娘生个孙子 怎么能随便就送人呢 娘 都是一场误会 老五能把这么贵重的礼物送给胖鸭 说明咱们家庭和睦 我们姐妹不外道 好事儿 娘 再说老五也知道自己错了 您哪 就让她现在把这玉观音带上 好好收着 不就是了 娘 再给老五带上吧 这回可不能再送人了啊 娘 这玉观音 还是给大小姐吧 都是我惹的祸 让二奶奶和大小姐受了半天委屈 再说 我已经把这个玉观音送给大小姐了 我不能言而无信呢 穆妹妹 使不得呀 胖鸭哪配得上老祖宗这么宝贝的东西啊 好 我这些年呢是判孙的心切 这二年对我大孙女差点意思 今天呢又糊了糊涂的断错了事儿 让他们娘俩受了委屈 既然老五有这份心 这玉观音 就是我大孙女的了 奶奶您对了 学校里老师说了 要知错就改 您现在就是知错就改 来 胖鸭 不许放肆 没事儿 胖鸭 过来 奶奶给你戴上 我不 我要五娘给我戴 胖鸭 好 东西本来就是五娘送给你的 那就让五娘给你戴上吧 来 徐凤智 对 五奶奶大名就是这仨字儿 您问这个干嘛呀 这可是个男人的名字 志气的智 他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 他又怎么了 怎么了 今天他把你嫂子吓坏了 你一个穷盗墨贼家的闺女 这么大方 我都没有想到 他要是生出个儿子来 我可就不是他的对手了 不能啊 嫂子 都怪你 你表哥砍了他的头不就完了 你求什么情啊 这下好了 引狼入室 我白在这个家待二十年了 以后啊 我得看他的眼色形势了 嫂子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 放上他没 他什么 你叫他什么 吴奶奶 我说吴奶奶她 缝儿 你叫得真够亲的呀 比你表哥叫得多顺口 我看你们俩早就是想好了 你故意把他领到这个家里来的 是吧 你安的什么心 你说 嫂子你不能冤枉兄弟 兄弟对表哥忠心耿耿 兄弟对嫂 对嫂子的情意您应该知道啊 在这个徐凤智身上 你就真没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从来没有肯定没有 我发誓 我张静安要是有对不起嫂子的地方 您怎么收拾我都行 我的好妹妹啊 我刚才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 你真的没往心里去啊 放心吧二姐 我不是那种心里藏着掖着的人 妹妹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有点不太舒服 眼睛也肿了 我刚才就想问你来这儿 昨晚是不是哭了 没有 不对 妹妹 你肯定哭来着 告诉姐姐 遇到什么伤心事了 没有 二姐 真的没有 吴奶奶 吴奶奶 你怎么了 吴奶奶 瞎叫什么呀 快 倒杯温和水去 是 二姐 我没事 可不没事嘛 你知道这叫啥吗 闹小病呢 我怀胖鸭那会儿 哪天都得吐个十起八起的 啥东西也吃不下 啥闹小病啊 我就是昨晚没睡好啊 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就说你哭来了 是不是一宿没睡竟哭了 妹妹 我可告诉你 从今天起 姐姐就是你的亲姐姐 你有啥事就跟我说 只要我能出力的 指定我能豁了命帮你 真的没啥事 是 下车 预长 还没做够呢 没做够 明天接着做 说话在这 去 你爷们什么时候 说话不算数 爹 爹 你们千万别吓着我 是爹刺我回来了 他们肯定都不知道 因为我被渣渣炸死了 我是跑回来的 爹 娘 快给我开门 爹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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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看你 李大叔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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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天赐吧 对 是我 刘天赐 天赐啊 天赐 你怎么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 李大叔 你快告诉我 我爹娘哪儿去了 怎么不在家啊 大叔 大婶 你快告诉我到底出啥事了 大婶 爹 娘 儿子不孝 没你给二老送中 算命的说我 命里边磕父母 没想到 我真连累了二老 哥哥 哥哥 我有刀 这是我从战场上拿回来的 冤有头 战有主 我柳天赐在烽火台前发誓 我要用这把刀 咱们救一个 旅长 我一猜你准着到我这儿来 走 进屋去 回来 看什么呀 进屋看 让你看一宿 看个够 今天晚上跟我去书房 旅长 走 走 五奶奶 赶紧趁热喝了吧 帮我办件事 什么事 请五奶奶吩咐 你认识张副官吧 张副官 认识 你帮我找着他 给他带个画 五奶奶 怎么着你了 你怕他干吗 不是不是 五奶奶 带什么画呢 您就说 我虽然跟张副官呢 不太熟 可我一定能找到他 我怎么就没觉得 这个踏比我的床舒服啊 硬硬的 各着后脊梁疼 是 旅长 你既然喜欢在这儿睡 以后我就天天过来陪你 好不好 长青 长青你拿手啊 你先把这个东西挪开 你看着他这东西 好东西 好东西看了谁都多死了 还好呢 明儿我就偷偷把他给你扔了 省着你老拿他吓唬我 你敢 唱戏啊 这你哭什么呀 这你哭什么呀 过来 站这儿 站好喽 监上 还好 好久没听你唱 吧 stopped 一人 也 不该 有 一滴好你啊 沈棠 在 去给我看看 这闹的是哪一出啊 是 张副官 你吓死我 大门爷你躲这干嘛 你找那么鬼人啊 张副官 我这是专门等您的 等我干啥 吴奶奶说呀 让我给您啊传个话 吴奶奶让你给我传话 可不是嘛 她说她想见您 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 张副官 您说 会不会是咱们俩换药的事 让吴奶奶察觉了 你这两天给她送的药 她都喝了吗 喝了 你别瞎琢磨 没准是吴奶奶娘家有什么事 你不知道啊 我跟吴奶奶娘家爹那是朋友 行了 怕你传道了 这个 这个事就 不用让别人知道了 那是 那是 我跟吴奶奶奶船 一副 管 你说 我对你 你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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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躲开 你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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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都准备好了 元庚一大早还问来着 要不要坐汽车去 我说您怕闻汽油味 还是让他们套上马车了 马车好 他那些汽车呀 全是打仗用的 杀气太重 上苗里上香 不能搅了佛门的清静 还是马车好 来 来 来 你是新来的吗 我没见过你 我是新来的 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多人 今儿是初一啊 是赵家老祖宗烧香的日子 这烧香之前啊 先帝做善事 你来得正好 赶上吃大馒头了 大叔 你所指的老祖宗是谁啊 是不是赵银庚 赵旅长 是赵旅长的娘啊 赵旅长可孝顺了 在这府里摘老太太 说一波 叩头 谢嗓 是赵家老太太 走 五娘 捧烟啊 五娘 我想你了 怎么了 捧烟 五妹妹啊 你可不知道 昨天后半夜就嚷着要找你 我看她现在跟你啊 比跟我这亲娘都亲了 五娘是好人 五娘讲义气 五娘敢做敢当 你瞧你把我说成梁山好汉了 五娘就是梁山好汉 快别瞎说了 还不都是你闯的祸 要不是你见着宝贝就说喜欢 那能捅出这么大的拢子来 快 快先跑 去告诉厨房 我跟你五娘马上就到 哎 怎么脸色还不好啊 今儿又吐了没有 没有 是不是旅长这两天 被那个狐狸精弄走了 心里不舒坦 哪有的事 她不来我睡得更好 醒了呀 妹妹 跟我用不着 哪个女人不是这样 我刚进门那些年啊 她就成天地长在我的床上 后来从窑子里熟出了小三 又从戏班里买回了老四 也就没有我什么事了 我开始心里也不好受 时候长了也就不当回事了 好 尤其是胖鸭长大以后 我才琢磨清楚 孩子比男人重要 虽说胖鸭是个姑娘 可她毕竟是赵家的后人 有了胖鸭 那小三老四 就不敢在我面前伺候 所以啊 你也别太当回事了 等你把儿子生出来你再看看 那你就是家里的 我 你看不懂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当夜不再是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心慢慢融合 不再如天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当夜不再是沉默 情回忆也不舍 淡满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也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心慢慢融化 不再如天